各位天亮时分的会员朋友大家好 我是张天亮 今天是2024年2月10号 又到了周末会员节目的时间 今天咱们聊三个话题 第一个话题就是中央军委内斗 2月8号的时候 中共新华网发表了一个报道 说张又霞和卫东到驻京部队调研 并看望慰问官兵 看起来似乎是张又霞和卫东 两个军委副主席同时行动 到一个地方去视察 实际上点开发现却是分开的 更为蹊跷的是 新华网和人民网的报道中 张又霞和卫东的标题 就是在标题中的排序不一样 新华网和人民网对于领导人排序 是有严格的流程的 因为两个人 他们的职务先后顺序 其实是张又霞作为军委第一副主席 他的资格比卫东要老 所以按道理来讲 他是绝对应该排在卫东前面的 但是人民网把卫东排在了前面 这就是一个非常不同寻常的现象 这就似乎暗示军委内部出了问题 我们一会儿会分析一下 那么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话题就是关于新任的中国证监会的主席吴清 他在担任证券公司风险处置办公室主任期间 曾经处置过31家违规的证券公司 被业界称为券商屠夫 现在他刚刚上任三天 在除夕这一天之内不让别人过年就处置了一百多人 我想把这件事跟习近平星期三2月8号在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连起来说 习近平在经济领域雷声滚滚的时候 仍坚持畅想中国的经济光明论 然后他在团拜的时候讲话说 就是春节团拜讲话中说 放眼全球仍然是风景这边独好 这是老毛的一句词了 习近平确实可能对老毛非常的崇拜 这个词经常背诵现在就已经把它应用出来了 这种态度其实不但无助于提升民众的信心 反而会让大家觉得你缺乏现实感 我们经常讲认识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开始 甚至就已经解决了一半的问题 如果你真正能够认识到问题的话 那如果你要是连问题本身都不承认的话 那么当然也就是说你拒绝解决这个问题 不会提出任何的解决方案 这个就会让中国的经济变得更加的糟糕 我觉得就是说开年股市恐怕不会很好 也许习近平会被这个两会的召开拉一次股指 但是最晚到两会开完之后就不好说了 中国的房地产爆雷 其实应该是有解决方案的 中国的经济提振也不是没有办法 我一会会说一下应该怎么做 但是我知道虽然我说的话 这个非常容易做到 但是习近平是不可能这么做的 这里边的原因呢 既不是经济的原因 也不是技术问题 而是涉及到一个政治问题 在今天正式给大家提这些深入的分析之前 先跟大家说个事 就是我经常推荐的这个蓝莓优品 最近他推出了一个非常好的优惠计划 这个优惠计划呢 叫做降龙翻腾送好运 折扣连连得红包 实际上就是在这个大年初一到正月15 就是2月10号到2月24号期间呢 开展一个抽奖的活动 只要您注册登陆蓝莓优品的网站 就会有机会抽奖 而且是百分之百的中奖 奖品包括购物现金券和人气礼品 现金券最低是两块钱 最高是200块 购买任意金额的产品都可以使用现金券 然后呢人气礼品 包括德国的面膜 台湾的乌龙茶 加湿器等等 最大的礼品是韩国的雪花秀 六件套价值200多 不过呢这个200块钱的最高现金券 只有一张啊 韩国的雪花秀六件套也只有两个名额 所以就请您赶快的行动啊 看看谁的手机最好 能够在这个龙年开年的时候 拿到一个大红包和大礼品 另外呢就是说 在购物的时候输入我的专属折扣码 TL Time 仍然在购物的时候 可以继续享受这个 八五折的优惠 那么好了 那么咱们现在呢就回到第一个新闻 大陆的官方媒体报道 出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就2月8号的时候呢 中共新华网发表报道说 张有霞和何卫东到驻京部队调研 并看望慰问官兵 实际上这是两个并列的报道 点击何卫东的话呢 会发现何卫东到了武警北京总队的某支队 还有呢就是北京卫戍区的某个团 如果你要点张有霞的话呢 说的是张有霞到了陆军第82集团军 某旅空军航空兵某师 也就是说呢 两个人并没有在一起行动 而是分别去了不同的地方 之后呢在人民网转载的时候就更有意思啊 标题显示是何卫东张有霞到驻京部队调研并看望慰问官兵 也就是说把何卫东排在了张有霞之前 张有霞是第19届中央军委副主席 到了20大的时候 到了20届中央军委的时候呢 他又留任了一下 所以呢他比这个何卫东资格更老 何卫东在这个2022年20大召开的时候 是首次进入中央军委啊 那么当了副主席 所以在党内的排名呢 无论从资格来说 还是从这个年龄上来说 就是党内的资历上来讲 张有霞绝对是排在何卫东的前面 而人民网却把两个人的位置调换了一下 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张有霞失宠了呢 这个我觉得这种迹象还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张有霞我觉得他可能会失宠 但是他落马的可能性是很小 张有霞的父亲叫张宗逊 这是中共号称开国上将之一 然后张有霞呢又参加过这个对越自卫反击战 实际上就是越战啊 当大陆交的对越自卫反击战 是当时毛泽东向这个美国交的投名状 1979年的时候 所以张有霞是先义军官中 为数不多的真正具有实战经验的将军 这个张有霞他的祖籍是陕西的魏南 是习近平的老乡 那张宗逊跟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呢 在战争年代就属于党内同一派系 所以两家呢是市交 张有霞和习近平的私交是非常的深的 时间非常的长 可以说是类似于发小这种感觉 所以习近平在盗查军队腐败的时候 就有意避开了张有霞担任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的任期 所以他保证张有霞的这个意味是非常明显啊 就是说盗查这个军队装备发展部的腐败问题 一直就查到什么呢 就是查到这个李尚福担任总装备部部长期间 所以有意的避开这个张有霞 但是呢现在这个关键问题是 这个军委的装备发展部腐败如此之严重 张有霞作为军委副主席 他是一定有领导责任的 而且说不定你在抓这个李尚福或者 whoever就是像那个火箭军的那些将领的时候 你都不知道他会咬出谁 就有可能会咬出张有霞 所以这个张有霞对习近平来说呢 就变成了一个负资产 那么对于何卫东来说可能也是看到了 这是他进一步上位的机会 所以何卫东呢就会拼命的表现 这个又会引起张有霞的不满 所以呢二个人就是这个两个人呢 他们的关系会因为争宠而变得紧张 也可能习近平会用这样的方式 就是把何卫东跟张有霞的名字排序调换一下 来敲打一下张有霞 因为中共这个他所有的这个新闻机构 对于领导人排序是有严格的流程的 所以出现错误的可能性是很小 就是说这是一个无心之师是很小的 很有可能是有意这样做 所以呢这个因为 呃他太不同寻常了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迹象跟大家说一下 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也不太认为说张有霞会因此而落马 毕竟习近平还要给老朋友一个面子 而且在军中呢 习近平还是很仰赖张有霞的 靠他的威望 靠他的这个曾经打仗积累的这种经验 那么下面我们想说一下这个新任证监会主席吴清这个事啊 这人确实是拉手啊 吴清呢 刚刚在7号的时候接任议会满 出任中国证监会的这个主席啊 那中国证监会随即在9号的时候 就发表了公告 强调坚持零容忍执法 然后呢就集中处理了多名证券从业人员违法炒股的问题 然后在除夕这一天一共有100多人啊 遭到了处理 根据公告呢 这个中国证监会这次处理涉及四大类人 第一类的话就是对63个人做出行政处罚 合计罚马人民币八十八千一百七十三万元啊 好多钱呢 然后呢对其中一个人做出的终身证券市场进入的措施啊 彻底砸他饭碗 第二的话就是将一个人涉嫌内幕交易行为 依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三个是对46个人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其中你对三人采取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意思就是说走人吧啊 就你不适合干这个工作啊 就等于开除了 然后呢对五个人采取监管谈话 那就是呃可能会继续调查 那么还有38个人呢是采取出具警示函 就是等于书面给你提供警示 那么第四项的话呢 就是对富有从业人员管理责任的招商证券 落实问责的全覆盖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就是说在美国哈 比如说有一个事出现了之后呢 在调查的时候通常都需要花很长的时间 甚至几个月的时间去调查 这个吴清啊 他一下子在三天之内就能够对一百多人做出处罚的决定 请问你调查是什么时候展开的 对吧 你是怎么调查了 你是怎么做出决定的 你有没有给被调查的人一个充分的自我辩护的机会 看起来是不大可能有的 因为你怎么可能在三天之内就对一百个多个人 逐个的审查 然后听取他们的这个自便 然后呢 你再把他们的犯的错误罗列出来等等 这种事情是不可能的 所以基本上来说的话 吴清一上台大刀阔斧 就是管你有问题没问题 就先整了再说 其实呢 吴清这么做雷厉风行啊 就是贯彻习近平的思想 为了给外界传递一个信号 就是说中国的股市暴跌不是经济问题 而只是行政监管问题 所以只要摘掉一些乌纱帽 问题就会得到解决 这当然是一种极度缺乏现实感的做法 令人震惊的就是习近平自己呢 也是在2月8号 在这个中共春节的团拜会上 在回顾2023年中国的工作和表现的时候 他说放眼全球仍然是风景这边独好 习近平讲了这样一番话 习近平说中国这个过去一年 做到了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这是一句空话废话了 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级调 是另外一个废话 后面说呢 果断实行新冠疫情防控转断 转断这个词 一般人看了之后都觉得 这好像是一个打错字了 不知道啥意思 转断的话呢 我猜好字面的意思呢 这是一个新名词 这个新发明的一个词汇 什么叫转断呢 就是从一个阶段转移到另外一个阶段 所以就叫做转断 那第一个阶段的话 当然就是强力封控了 就是lockdown了 把每个人都锁在家里 那第二个阶段的话 就是全面放开 所以他管这个呢 叫做转断 本来习近平是迫不得已开放了这个封控 但是习近平把它描述成为 他自己果断的实行了 新冠疫情防控的转断 非常果断 实行了之后 当时这个 很多人最后就是这个 在疫情中丧命啊 连这个火化的这个机会都没有啊 就是这个都排不上队的 然后呢 习近平说 这个过去一年推动了经济恢复发展啊 然后说经济总量超过人民币126兆元 呃 这个这个这个数据本来就很questionable啊 就是就很成问题 然后呢 说粮食总产再创新高 然后呢 说就业物价总体平稳啊 然后呢 说放眼全球 仍然是风景这边独好 另外就是习近平表示说 过去一年积极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和外部实力干涉 有力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习近平讲的这些话几乎没有任何事实支持 我们一会呢 会给出一组数据和相关的分析 我觉得啊 就是说现在中国的这个经济呢 在各个领域都是雷声滚滚啊 我觉得其实解决起来 在我看来啊 就是有三招是可以用的 这三招实施起来很容易 甚至不会像没收贪官财产那样引发官员的反弹 也不会像征收财产税那样让很多 拥有很多住房的这个贪官去反弹 或者让民间产生反弹 然后呢 我觉得我这三招呢 也能够去解决烂尾楼的问题 和地方财政收入不可持续的问题 但这样简单的三招 习近平却一个都不会做啊 那么我们一会会讲一下这三招是什么啊 为什么习近平绝不可能去做 那么我们下面的内容就属于会员专属节目了 感兴趣的朋友呢 可以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啊 最后呢 想感谢一下大陆的王先生 加拿大张女士 给我的非盈利机构天良联盟的捐款 那咱们现在呢 就是下面是会员专属的内容了